老板我能亲你一下吗 杀 我那个乖乖 你多内心吧 摆摊不义 抱团亲密 我叫霍龙 你这样啊 你的拥抱不白给 我能够让你的生意如鱼得水 我就不计较这个扇子了好吧 有你那个凶样还叫我 我交不了你是吗 你现在一个月干多少业绩 一两万呢 想不想做三四万五六万 甚至七八万 我今晚教你一套销售话术 用这套话说 说不定你的业绩 拦都拦不住 这条街的顾客 都给你停下 脚步 不买别拿 给我一分钟时间 快点快点 如果行不通的话 我买完 全部买完吗 对啊 如果行得通的话 行得通的话 你要多少我就给送给你 拥抱一下 三下都可以 先握手 那帮我卖完吗 十元七个桃子是吧 现在卖七个桃子 十元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说你不懂做生意啊 高手做生意 愚智之差 足以打出十万的业绩差 接下来 我跟你讲这段销售话术 那一个字都听不懂 别忙了 你今年多大 十八 有老公了吗 没怕有什么老公 没有老公就好 就说你六岁的时候 你问你老爸 我能不能够在学习的时候看电视 肯定不能啊 老爸会拿七笔囊抽你吧 对啊 那你跟老爸讲 老爸我能不能够在看电视的时候学习啊 老爸会不会夸你啊 可以啊 不论什么环境你都能学习哦 这个就叫做 语意效应带来不同的得失结果 只需要稍稍改变一下 说话的顺序跟说话的方式 就能影响人心里面的得失感 那如何把语意效应 融到销售环节里面去呢 比如说有一天 桃子涨价了 原材料增长了百分之五 顾客过来 你跟顾客讲 说涨价了顾客还要不要 不要 跑到同行那边去了 但如果你这么跟顾客讲 你说老顾客啊 现在桃子的行情往上走了 涨了百分之十 我们这边愿意承担百分之五 顾客心里面怎么想 可能会买 起码不会跑了 得失感不一样了 信任链接不一样了 成交率也不一样了 未来有一天啊 你把生意做到之后 你肯定会有员工吧 去年发了五万 今年只能发五百 员工会怎么样 不开心 那我们要怎么样跟员工去改变说话顺序呢 比如说 小王啊 今年公司的业绩不好 准备大裁员 但是老板到年底决定永不放弃每一个人 然后不但不裁员 还把房子抵押了 把公司发起了 再发五百亿零价 小王怎么想 是不是感恩戴德啊 学会了吗 你现在 帮我操作一下 你现在把 十元七个感恩 七个十元 卖得更快 更多 更容易成交 我到你 纸盐 水晶桃 我七个十块钱 之前是标十元七个的 觉得有区别吗 是不是 七个十块 十元七个 是不是觉得还蛮优惠的 可以了 七个十块钱 十四个二十块 二十块 你不少 很便宜 是不是听起来很优惠啊 对 是吧 七个才十块钱 那你也是二十块的量啊 好 来 知道价格了吗 嗯 七个十元 七个 拿七个是吗 那我可以拿十个吗 好的 你要七个是吗 七个就是十块钱的量啊 过来 来 我们就可以把十元七个擦掉了 这不是七个十元 听起来更舒服 更优惠啊 七个 好吃的话再来啊 它虽然不是很甜 但是它很脆 啊 吃了这个水晶桃 今年说不定的红红火火 听 大哥怎么卖啊 这呀 你怎么卖 七个十元 听起来优不优惠啊 优惠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 七个拿十四个 七个 七个是吗 那你自己装七个吧 好吧 好啦 来给我扫码 通过就行了啊 行了 我给你总结一下 是不是 学会用 羽翼销售法 比平时卖的快还多 还容易引起什么 眉观效应 你的生意 不就是做高峰期那一段吗 所以说今年啊 你摆摊也好 开店也好 一定要懂得用 营销活动 教授话术 营销事件 我叫沃龙 你有没有关注我啊 马上关注你了 你不是很开心哦 开心啊 我还有365招更厉害的销售模式 你要学吗 可以学 那你要不要成为我365个徒弟当中的一个呢 那我先报名做第一个吧 有条件了哦 什么条件 请我吃个饭 可以 我把这里收了 再拥抱一下 收到这里再收